Hello大家,今天我们的视频有一个任务 就是给这只刚保养完的鳄鱼鼻的包包 搭一些推理或者小挂件 我们来尝试一下 那这个包的颜色并不是黑银 这个是银色的银扣 然后这个是一个深蓝色 是一个午夜蓝或者是深海蓝这样的一个颜色 在强光下会显现出更像蓝色 但是在比较暗的光线或者在晚上看的时候 会觉得它是黑色 有不同可能性的颜色 我觉得发挥了爱马仕的特长 同时这个包包是一个道威鳄鱼皮的包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道威鳄鱼皮越来越少了 至少我们会觉得在市场上 全新的道威鳄鱼皮的包包会很少见 比较少见了我们见 这样的一只包 那不搭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很好看了 颜值非常非常高了 看一下背面 然后底部 其实如果不搭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颜色或者整体性会很好看 但是为什么要搭个推力呢 就是想要保护一下手柄 让手汗尽量少的去伤害到它的亮面的鳄鱼皮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推力的设计呢 是爱马仕非常常用的 有这个码的元素在上面的一个造型 两个尖啊 两个推力的这个尖两边都是用的这种白色 所以你系完之后呢 会有白色在下面这个位置 简单缠绕一下 后面和前面 我馋的真太难看了 如果好好馋的话我也会啊 但是一直那样 寄紧它们可能对丝巾的消耗 也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就简单的这样搭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也给它的新主人选一下 这是这两条 反面看一下 尝试一下其他不同的 这个是有黑色的元素在上面 因为这个包本身 即视感就是一种黑银的这个即视感 后面呢 给它搭一个清新一点的颜色试试 这个颜色好夏天啊 这个绿色浅绿色或者有点淡蓝色这样的感觉 绿蓝之间会觉得好夏天的一个感觉 像马卡龙蓝一样 这边呢是黑色的元素 然后有其他的花纹 有绿色和红色 对其他的一些颜色 一边缠呢 一边跟大家聊一下 爱马仕的鳄鱼皮 亮面和雾面是多多少少有些相互转化的意思的 像现在是亮面的 当你长时间用了之后 可能会出现亮面的这个涂层 逐渐的消耗掉 显示出雾面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出品的时候是雾面的 那也没有问题 盘的时间久了 也会让它会有一些光亮 会显现出有点像亮面的鳄鱼皮 这两个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花了 那这个呢也会相对的冷色掉一些 看一下 推力的绑法其实有很多 不光是这种两边都露头的 有的会有一边绑一个蝴蝶结 然后另外一边是看不到头的 把这个头收在里面的这种绑法 我觉得也很好看 凯利 Borkin 都可以用 都可以这样用 然后其他有手柄的这个包包也都可以 粉一点 大家想看一下什么效果 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冒险 那我们说搭推力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原则 但是我觉得 不是所有的颜色 都会适配这样的原则 比如说我会觉得 需要服装和包包呼应 这样的一个颜色 就是推力也会有你服装的颜色 也会有这个包包的颜色 这样的一个呼应和过渡 但实际上 很多其他的颜色搭上去之后 你会觉得眼前一亮 你会觉得 其实不必要遵从什么 你觉得喜欢就好了 整体搭起来效果好就好了 但是呢像这个也是一种尝试 也是一种尝试 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做一个参考 这个粉色同样是 有很多马匹在上面 图案是一样的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和我们第一次试的那个 粉色 我觉得因为它的颜色比较冷 如果你自己的服饰 会很艳丽 很粉色系的话 这样用是不是也可以啊 如果只是看包包和它来搭配的话 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对吗 试一下这两个 方格的 不同颜色 同样的图案也是 小方格的图案 和不同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看的也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而不是拉得很近去看它们 对吧 爱马仕的推力呢好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啊 每个系列呀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名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研究的那么细 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了 那如果在专柜购买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票上面 可能会有它的名字 也可以和贵姐一起来沟通一下 它们的名字 让我们了解的更多一些 其实我一直很珍惜客人们 带给我的信息 因为我不是很经常去装柜 这个颜色也会有蓝色 但是呢 这个蓝色就比包身的颜色就浅了很多 同时呢 也会有提色的这种橙色在上面 爱马仕盒子的颜色 今天有朋友问我 爱马仕的橙色是色号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93号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换一个吧 换一个这个香玉籽的 像这一类呢 就会觉得 作为单独放在那里的丝巾的话 丝带的话 或者像推理啊 长形的这样丝带的话 你会觉得它的颜色搭配的还挺好看的 整体的这种设计感很强 然后高级感很强 但是呢 搭配上去的效果怎么样 只有榜上之后我们看一下 紫色和蓝色搭配 深蓝色或者黑色搭配 我觉得还可以 还不错 这个是紫色和淡紫色 然后这边是有蓝色 还有橘色在上面 鳄鱼包的这个光泽感搭配推理也很棒 这个亮面的鳄鱼皮好亮啊 这是最后一条推理了 比较花的一条 然后也会有深色的元素在上面 但是深色的元素呢 没有那么大面积 就是面积会小一些 点缀感强一些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 会有些红色的边 然后呢 给大家搭一个小码上去 一些朋友会挂钥匙和锁在上面 不太建议啊 不太建议挂上去 尤其像鳄鱼面的话 和金属刮蹭 可能会给它表面造成一些损伤 这个是加上黑马 黑马是它的光泽和鳄鱼皮的光泽不一样 所以也会造成一些层次感 把推理拆下来吧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福袋的效果 这样的 最后呢 我们挂一个中号的码 试一下 有点反差萌 30搭配中号的码 有些朋友会选择小号的码 然后有些朋友会选择大号的这个 小码的配饰 挂饰啊 怎么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给一个经典的鳄鱼皮 亮面鱼皮的包包啊 搭配了不少推理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然后也会去感受一下 不同的颜色 或者甚至是撞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以及搭配了一些挂件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 建议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明天见 谢谢出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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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